中国医学五千多年的历史 你能不承认他吗 我的老师方东伟先生有一次告诉我 他中医五千年的历史 西医才三百年 二战当中幸亏发明了抗生素 如果不发明抗生素 西医就没有了 他问我 你是相信三百年的 还是相信五千年的 五千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经得起人词的考验 他定了行了 中国老祖宗的智慧 你不能不佩服 转向是信息 所以 这个境界怎么个转发 他听信息的 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道理 今天我们地球上有灾难 我们能不能把灾难化解 只要你懂得怎么转 你把这个抓到的时候 你真能够转境界 转境界 小转自身 那么是对自己的身相 头一个 就是健康 怎么能叫他不生病 怎么能叫他健康长寿 怎么能叫他 这个我们身体不老化 做得到 你懂得这个道理 你就做了 那么在现在讲 你心态 你心亲近 那就是长寿的想 这个容貌就放光明 你的肤色一定非常好 很不容易老化 为什么呢 你心亲近 如果到平等呢 那就更提升一级了 先到平等 那可以说你生死自在了 你真的是平等心先前 我在这个世界上 住个两三百年 没问题啊 我们中国人呢 这个中国的医学中医 我的老师是很好的中医 李宾南老师 非常好的中医 他告诉我 他一生当中 给人处方治病 决定没有我一个人 他敢说这个话 他也从曾经做过司法官 他说我做司法官 判案子 是不是有冤枉人 我不敢讲 没有把握 很可能的时候 是有冤枉人的地方 但是我这个给人看病呢 从来没有 没有这个错误的处方 他有这个胆量 说这个话 他告诉我们 中医 中医不是治病 中医第一体 第一个目的 是教人长生 人的寿命 人是这个身体是一部机器 这部机器 你要是能够保养的很好 至少是年百年 年百岁是正常的说明 你活不到年百岁 是你不懂得保养 你自己糟蹋了自己 对话说的有道理 这中医第一个目标 就长生 第二个目标呢 是防止疾病 你真正懂这个道理 说你能够防止 你这些不生病 第三才是治病 所以这个治病 是他第三个目标 那治病的时候 那还得神奇了 那治病的时候 第一等 老子 一第二等一声 哇 不学问 看你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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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色相 容貌 听你说话的这个声音 他不问 你的身体状况 他完全了解 而且的是 他能够判断你 你现在身体很好啊 没有毛病啊 他知道你十年之后 或者二十年之后 你会生什么病 你哪个地方有问题 神奇了 这个有道理 不什么有道理 你比如这个 修理器械的这个工人 经验很丰富 他一听这个 马达发动声音的时候 他就晓得 就能知道 你这个车的状况 你在跑多少公里 哪个地方出问题 你内行吗 我们外行听不出来 他能听得出来 所以中医讲 望闻 第三才是把闭了 望闻 问起 你看 头一个 他一看就知道 这是治病的时候 第一等的 第二等的呢 要问 问问你 第三等的 这才把闭了 所以我们跟李老师 学了这些 学了这些常识 我们就晓得 这医生把闭叫三等三的医生 你看中医 第三才是治病 那治病的时候 你看 到望 问 还要把闭 这是第三的 三等三的医生 算不错了 现在这个三等三的好医生 都不容易遇到了 这是我们 我们要想的 心态 主宰一切 这是佛法里的 有理论根据 你把心态 一转变 你内心 有病的那些 病的细胞 通通可以恢复正常 如果心态不好 你看彭新大夫 跟我们分析 他讲 五常 仁义离之心 这五个字做到了 你就不会生病 不仁 得的是肝病 不义 得的是肺病 无理 得的是心脏病 他就对应的 这是中国的医学 中国医学 五千多年的历史 你能不承认他吗 我的老师方东伟先生 有一次告诉我 他中医五千年的历史 西医才三百年 二战当中 幸亏发明了抗生素 如果不发明抗生素 西医就没有了 他问我 你是相信三百年的 还是相信五千年的 五千年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经得起人次的考验 他定了 中国老祖宗的智慧 你不能不佩服 经典里面所说的 祝法摄像 他们真的 以前经常讲的这些东西 佛说 谁能够看到呢 能证实呢 八地以上 菩萨界有阶级的 八地 九地 十地 十一地是等于 十二地就是佛 这五个层次的人 清清楚楚 明明的 七地以下都没正德 没正德 只有听老师的 你努力 把自己的灵性向上提升 提升到八地 你就真的了 阿 祢 陀 佛 阿 祢 陀 佛 阿 祢 陀 佛